大家好,我是顾君,又来到了新的一期的盖棉被纯聊天,好吧 我这里的冬天就快要过去了 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盖棉被纯聊天的这个系列要不要继续下去,好吧 如果你有一些看法跟一些想法的话 在弹幕或者在评论里面告诉我就是盖棉被纯聊天的这个系列 你有没有兴趣,你想不想在春天、在夏天、在秋天、在一个冬天继续继续看到它,好吧 那我个人是非常乐意为大家服务的,好吧 今天这个话题主要是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我的EOS R5的视频还没有好,好吧 我知道大家这个对不对 一开始觉得我对不对不会很早拿到机器 我确实没有很早拿到机器 但是我拿到机器以后大家以为我两天就发视频了 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好吧,真的还没有好 那我必须跟一些非常期待或者是完全是等着我的视频来参考要不要购买 或者是完全想看我的视频 觉得我对这个相机怎么看的这群观众呢 我说一声抱歉 因为真的对于我来说这台相机真的是太特别 太太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 老实说我一般来说对相机是没有倾向性的 就是我觉得相机它只是一个工具而且这个工具在我手里可能是一年两年也有可能是三个月六个月我就会把它换掉的 但是这台EOS R5呢老实说拿到了以后 其实我是想比较快的出个视频的 其实我一开始催机器我又不停的给相机带打电话 我说我的EOS R5来了没有 我是希望说我可以尽早的把这个视频发出去的 然后呢我老实说我也在网上在没有拿到机器之前我也在网上做了大量的功课想说这台机器到底是怎么样 那大家都知道就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就是网上基本上十个视频有九个视频都在跟你讨论过热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也并不说大家做的不对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就是从我的出发点来说我从一开始拿到机器了我其实第一个测试也是过热 说实话就是如果你看我微博的话我微博叫悉尼顾俊好吧 如果你看我微博那我也是测试了过热 但是过热的情况当然跟大家说的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后来就是想要出视频就赶着说出视频赶着说出视频 我每次要到录的时候或者有时候都录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行 就是我觉得我需要再了解他一下然后我又觉得不行 然后我越了解越多我就觉得越打翻我之前对他的 或者不是说我对他的或者就是说其他网上大家对他的 就我这里就不剧透我到底这个因为我的视频老说我还没开始录 就是我最最后想呈现大家的我还没开始录 但是我实话实说我觉得跟网上我看到的这些视频 我觉得是有一些落差的当然就是我在这里就不说这个落差是好还是坏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我需要再多一点点时间 我相信我能呈现一个就是USR5这台相机的至少是我个人的立场 我个人的感受我个人觉得它到底真正应该是怎么样的一台相机 就是呈现给大家就是完全是我的观点 我觉得跟网上我之前看到的跟不管是中文媒体或者英文媒体 或者是第一批拿到的或者是后面拿到的人 我觉得都是有一些有一些看法上面的一些不是说对跟不对 而是说大家站的立场不一样站的角度不一样 大家使用的环境不一样大家应用的想要就是用的方法不一样 或者是大家做的事情不一样我觉得都会产生不一样的观点 所以好吧再给我一点点时间再让我就是把这些东西都组织一下 把这些东西都是在经过验证一下 老实说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 我带USR5在很多不同的情况下拍了很多的照片很多的视频 甚至多到我上回说我想要把85DS的视频先做在USR5的前面对不对 那在今天呢我正式确立了我会把85F1.2DS这支镜头的视频做在USR5的前面 那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真的使用这支镜头搭配 就因为我这支镜头是问别人借的 如果你有看我视频的话你应该知道这支镜头的价格贵到真的丧心迷惑 我完全买不下手 别人把相机借给我了以后 把镜头借给我了以后 就是一直放在我这里 但是老实说我那时候使用USR拍了一些照片以后 我是不是特别买 我不是不满意镜头 而是我觉得我没有真正感受到这个镜头 如果搭配新来的相机能产生什么样的画面 那USR5来了以后 我其实很大一部分的照片跟视频 当然我个人也喜欢85 我相信你知道对不对 我有很大一部分的照片跟85视频 我都尽量在能用85的情况下 我都是用85拍摄 拍了很多照片 然后我有很多的想法 而且我觉得大家可能对85F1.2DS这支镜头 肯定也是想要了解一下的 因为价格真的超级贵 而且真的特别少的信息在网上 就是能呈现一个85DS的这支镜头 好吧 那这个星期 这个星期我一定会先更新这个85DS这支镜头 而且我现在想法是 我会使用USR5进行拍摄 跟这个视频一样 当然我知道大家已经在前面看过 我使用USR5拍摄了一个视频 好吧 那这个视频也是USR5 然后我会在户外拍摄一个 真正我平时制作的那种外景的这个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USR5的 就是我也想了解一下 就如果真的把它拿到外面做一些类似这个上传视频的这种平时我会用的 那我的松下S1呢已经被我好吧卖掉了 后面你看不到松下S1了 那真的松下S1老实说真的是一台非常不错的视频相机 完全是就是性价比完全是超乎我的预料 尤其是你在升级成升级Vlog以后呢 它的这个视频的宽容度跟视频的后期的这个可调色的这个空间就真的超棒的 好吧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一切也不重要了 因为我卖S1松下S1 真的是我卖相机的时候碰到的最尴尬的 就是这台相机我真的觉得超好的 但是因为我有了EOS R5之后的EOS R6 以及之后的索尼A7S3以后 我真的很难想象我会再使用松下S1 所以我想把它卖掉 但是这个要卖掉一台松下全化服 价格不便宜的松下全化服 我觉得真的太困难了 好吧 到最后基本上就是属于就是别人 就是再怎么不合理的价格 我觉得我也是想要接受把它卖掉 因为我觉得我真的不会再用到它了 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有个落差的 就是一台相机真正怎么样 跟大家对它的认知怎么样 我觉得中间是有个落差的 比如松下S1拍照我就不说了 就拍照的能力就是正常 算好的 但是我因为有很多相机 我可能不会使用它来拍照 但是如果以现在我后面的所有相机来说 我觉得它的拍摄视频能力是最强的 但它远不是就是一个特别浮夸的 特别夸张的 就是比如说三万两万的这么一台相机 它就是个定价相对来说 在全画幅里面可能相对来说有一点点高 但是介于它视频性能我觉得完全值得的 所以这么一台相机 我评价如此之高的一台相机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一台相机 但是你要卖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怎么就是卖不掉 就是所以之后我可能也不太会再购买松下的相机 对我来说就是相机可能不是陪伴我很久的一个东西 有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就像我买车一样 就是我会考虑它这个卖出去的时候 这个过程是难不难 当然相机其实老说跌价 这就不是涨价 不会涨价了 跌价就最多少更多 可能也就是几百澳币 或者哪怕一千澳币 好吧 了不起了 那车的话就是有时候动不动 也几万澳币这个样子 就是你会觉得说 虽然这个东西看上去比较便宜买的时候 但是卖的时候可能会特别费劲 可能会特别的让你觉得 哇怎么我有新的车要买了 然后我这两次还没卖出去 也影响了我购买新的车 或者是我如果就是打特别多的车 把它卖出去以后 我也会觉得心里特别的不愉快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对我老师都有关系 这车远的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一个东西本身到底好不好 可能跟每个人应用的环境不一样 那如果比如说 每个人都是拍摄像我一样的 这种发到网上这种视频 你不需要自动聚焦的情况下 我觉得松下SE真的超好的 那为什么很多人不买的原因 是因为就是跟它的应用 我觉得就是有差别 好吧 当然跟宣传也有关系 跟大家就是对这个品牌的认知 如果比如说这台相机是 我不知道松下 那如果反过来 如果是这台相机贴的牌子是尼康 我觉得可能卖出去的销量就好 松下可能在这个全画幅里面 无法里面可能算是比较新的一个品牌 大家可能觉得啊镜头太少了 或者是我对这个品牌不了解 如果我完全不懂相机的话 我可能会觉得松下是卖电器的 卖电视的 卖卖卖别的东西的 我可能不会选择我买个高端相机 买个松下的 我觉得会有 就是跟宣传跟品牌跟什么的都会有 但是我觉得跟 如果你是一个很了解相机的人 你知道松下很好 你知道松下SE很好 但是你依然不愿意购买的原因 很有可能是因为 就是跟你的应用 我觉得有关系 如果比如说我们录制这个视频的话 你需要自动对焦 我觉得对不对 松下相机再好 这个好像哪里 哪里有句广告词是这样 松下相机再好 也不如对不对 也不如性能普普通通的 比如说佳能相机好 那好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 大家看我的视频的时候 你有时候也了解一下 就我的应用 跟你的应用是不是一样 或者是是不是落差很大 或者是完全相反 比如我对于我来说 拍照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拍照是我的 好吧 就是根本 我需要一台相机 就是它完全在拍照方面 可以升任的情况下 当然如果比如说松下这个 我买来我就是拍视频的 那就是拍视频的 但是如果比如说佳能的EOS R5 对于我来说 我买来是拍照的 当然它也是视频 对拍照视频 可能是一半一半的 好吧 就是对于我来说 我希望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工作都能用它来做的话 就是我会有一个 跟可能网上大部分人 谈论的就是只是过热 就是可能会不太一样 我可能会用很小的篇幅了解一下 让大家了解一下它的过热 因为老实说 如果你知道现在 如果你在这个星期 或者在下个星期 或者就是这两天 你看我的EOS R5的视频的话 我相信你一定不是第一个 看EOS R5的视频了 好吧 如果我这时候 再跟你花80%的时间 我跟你谈论过热的话 我觉得没什么意义 就是这个视频 就是我跟网上其他的妖艳 见货有什么不一样 好吧 就是好吧 但这时候我觉得 我会提供一些新的视角 新的讯息 新的 大家可能谈论的比较少的 这些我个人的一些观点 给大家 好不好 那最近的视频里面 老实说 我也是比较的纠结 随着随着我做视频 我觉得我做的越来越多 然后我也觉得 就是有越来越多人看我视频 我觉得我也是有一定的 对不对 社会责任的 我也不想被别人说 看你的视频看完了 就除了好笑 也不一定好笑 但对不对 就是可能看完了 你就觉得 对不对 完全没有获得帮助 你知道自从我录了这个概念 被纯聊天以后 你知道有多少人说 这个视频太长了 你也不剪 或者是太长了 你也没有什么提炼一下 你的内容 然后我们要花这么多时间 最后看了一分钟 就能讲完的事情 你讲二十分钟 就是 但是对吧 就是每个人做视频 毕竟这不是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 每个人做视频的时候 他有一些自己的诉求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有一些自己的坚持 有一些自己的小韧性 希望大家能在这方面 稍微宽容一点 但是老实说 我其他的视频 我觉得我已经慢慢的走向了一条 我不想这么说 但是我觉得 我已经慢慢的走向了一条 跟其他的妖艳见惑 没有什么区别的道路 我不知道我在这个路上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大家觉得这个是好的 还是觉得是不好的 这里的这个留言我会看 这里的弹幕我也会 我也会看 我特别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就是尤其是我有时候累的时候 我觉得 我有时候想把视频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完整 尽可能的不要被大家觉得 你这个说的不对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 但凡大家觉得我视频里有什么说的什么不对的地方 就你大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就不要攻击我 就是你就是认识你大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从来没有在视频的下面的评论或者弹幕里面 因为你说的意见不一样 哪怕你我觉得你有时候 哪怕有些留言 我觉得完全是瞎说的 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任何的意见不符合的这种情况删掉过任何一条评论 就除非你对我有人生攻击 就等这些视频里其他人就是攻击别人 那可能我会有点生气 但是就是论事的话 哪怕你的观点我不认同 我觉得我也从来没有删掉过一条就是在这个下面的评论 比如说你这个产品 你觉得我说的优点是你说的缺点 或者你觉得我有一个重大缺陷 没有说 但我觉得那个可能根本就不是个缺陷 或者是在我看来你那个就是比较片面的 我从来没有删掉过这个类型的评论 所以你完全大可以在下面 你如果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就是网友也是会跟你互动 哪怕有时候我觉得就是 有时候我觉得就是 大家看视频的人 有时候可能会因为在别的地方 看了一篇文章说这个产品是怎么样的 然后就过于的放大一些缺点 我觉得这些我都可以理解 我都可以认同 我完全也没有要删除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时间 我当然可以跟你讨论 但如果有时候我觉得那个没有必要讨论的 那网友也会可能跟你互动一下 甚至大家大部分人会支持你帮你点赞 我觉得这都是好事 好吧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你完全可以在下面跟我交流 就是评论也好 弹幕也好 当然弹幕因为没法别人跟你交流 但是有时候你说 顾军是个王八蛋 这个不要打在弹幕上 好不好 我对不对 我失手了 视频我又不剪了 对不对 完了完了 这个弹幕可以想象到这个难看了 好不好 就是大家高抬贵手 好不好 就是弹幕因为有时候 我能看到有一些特别不友善 当然我也能看到 就是你知道这个弹幕 我是从能从我的后台能看到是谁发的 对不对 就是你没有那么幼稚 你以为我看 但是我没关系 你可以发 我也不会因为你发了什么弹幕 就是拉黑你啊 或者是怎么样 什么的 就是可以 但是我觉得啊 作为一个有素质的年轻人 对不对 社会主义接班人 对不对 你也如果 对不对 就是非要攻击我 就是我还看到 有一些不是社会主义接班人 在油管上 好不好 就是在那些看不到的网站上面 哦 我的视频15分钟发出来 或者是12分钟 有了10分钟发出来 第30秒 他就帮我点踩了 如果这位朋友 好吧 如果你做这个事情的话 我估计你也不会看到这里 好吧 这个已经十几分钟 这个已经十几分钟 15分钟了 老实说我坐下来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要聊什么 就是但是才华 好吧 天分 这位朋友 或者是这几位朋友 每次坚持着关注 订阅我 甚至打开了小铃铛 但是硬要帮我在 视频发出的 第一分钟就点踩的时候 9分 我佩服你的毅力 我觉得你的毅力 可以用在 对不对 对你人生更有帮助 当然你可能觉得踩我 这件事情 让你人生获得了愉悦 当然我也觉得没关系 你可以踩 但我觉得 如果你有这样的毅力 如果你的手机都打开小铃铛了 就是为了踩我的话 对不对 就是 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些 更有意义的事情 好吧 为什么我会知道 就是这个你纯粹就是 单纯的就是要踩我 而不是因为我 比如说 就是这个是比如 这个是概念被纯聊天 我不喜欢 就是我要踩你 就是或者是 这个是因为是一个商单 我不喜欢 我不想让你有任何的商单 我就想你 对不对 老老实实实给我做事件 就踩我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因为一开始我以为是 你知道吗 一开始我以为说 是不是因为这概念被纯聊天 你不喜欢 因为你觉得没有剪辑 什么 你居然 你居然连稿子都不写 你就坐下来跟我们纯聊 我为什么要看你这个 我为什么要把人生的20分钟浪费的 我觉得可以理解 好吧 或者是比如说 什么 你居然敢做商单 你居然不能老老实实的坐下来 给我们录制视频 就是我还订阅了你呢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做商单是什么意思 就是哪怕你的观点 我觉得也是认同的 但是你对不对 你白嫖人家产品这件事情 我就是不认同 为什么你可以白 就我觉得这也可以 好吧 但是 好吧 有一些我花了很长很长时间 做的视频 对不对 外景拼命跟子跟子录 照片拍了五段十段 就是分五天十天拍的 然后在家里拼命修 修到晚上三四点 然后就拼命剪 剪了不知道多少个小时 然后对不对 封面也是 对不对 工工整整 对不对 你们要的小云就是在封面上 显然视频就是一个 对不对 很走心的这种 我当然不说其他视频不走心 但是对不对 我拼尽了我所有的力量 想要说 这个视频大概几千个赞了吧 没有踩了吧 好吧 放出去一分钟 一分钟 好吧 一分钟 两个踩 好吧 当时点赞才八个 你有两个踩 好吧 就是80%的人说 好吧 我佩服你的毅力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 如果你有这样的毅力的话 对不对 为什么不把你的时间 花在对你人生 有帮助的事情上面 对不对 帮我点个赞 对不对 看完我这些正能量的宣传 这种这么积极正面 对不对 让你的人生 对不对 早上看我的视频 心情愉快 一天都觉得工作 学习 特别的有干劲 对不对 如果你中午看了 对不对 本来要困了 用午休的时间 或者你先睡五分钟 或者你是看完我的视频 再睡五分钟 你觉得 整个下午精神饱满 晚上看我的时间 工作了一天 累了 对不对 觉得 看了我的视频以后 特别愉快 跟家人相处起来 跟家人相处起来 都觉得 早上那些疲惫 全部忘掉 这整个人就觉得特别的开心 好不好 真是 在如果深夜看我的视频 深夜你可能不会想要看 也有可能 好不好 就是你 你可能就是 就是那 那个叫什么时间 空虚时间 什么时间 子弹 不是什么时间 我年纪大了 你们年轻人都用语 我不太会 但是 好吧 你就感觉 这叫什么时间来着 反正 就是对不对 你就觉得 对不对 现在要睡觉了 但是好像还想玩火手机 我知道有的人 就点开一个我的视频 然后就是 听我讲 也没有在听我讲 然后就对不对 进入了梦乡 好不好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也是 对不对 做了很多好事的 好不好 就是对不对 为什么我这个视频 全程在跟网友对话呢 就是我这个视频 老实说 对不对 盖棉被纯聊天 这件事情 就是特别让我 让你 让大家都放松 都开心 好吧 世界上老实说 能让大家都开心的 这件事情 其实不多 尤其是在大家 对不对 还摸不到对方的 这种情况下 能让你开心 能让我开心 这件事情 我觉得真的 还是蛮了不起的 好吧 就是本来这个视频 我只是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EOS R5 为什么 为什么要脱根 以及让大家期待一下 85F1.2DS 这支镜头 好吧 我借来这支镜头 我借了不知道几个月了 就是我也很惭愧 其实就就就有 有一些朋友 愿意把特别贵的 这种相机器材 借给我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哎呀 真的 真的我就觉得特别的开心 好吧 尤其是他借给我 以后说不用还了 没有没有 开玩笑的 还了还了 好吧 我觉得我其实借人家东西 我其实心里 心里是有一点点压力的 好吧 就是我也 好吧 我觉得我这个屏幕 应该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20分钟 我觉得时间差不多 好吧 那大家期待一下我的 阿妩的视频 如果我讲的地方 有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或者是跟你 就预期的 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希望大家理性的 看待这件事情 那同时呢 我觉得就是 大家也期待一下 我85的 这个85DS的这个视频 同时呢 大家也不要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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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过于的断章取义 就是比如说 我光圈全开 我就是所有的都全开 或者是我光圈全开 我就是因为要虚化 我才全开 我回头会做一个视频 就跟你说 为什么如果有1.2的 我不会用2.8的 镜头啊 我说就是 因为不是说 你用了1.2以后 你就后面只能是一片虚 就是后面是怎么样 都是虚的 你要知道这个照相 这个东西 是有三角关系在里面的 不只三角 有时候 有更多的关系在里面 其实你光圈大了以后 你可以选择背景虚不虚 而光圈小了以后 你就是死穴一只 好吧 你就是手忙脚乱 没有抓拿 我知道你们根本听不懂 我说的什么 这是我们 我长州人 我长州的方言 好吧 有长州的观众在这边 好 那行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好吧 我今天对不对 又是忙碌的一天 然后我们就下个星期 或者是这个周末 我们的纯聊天 我们到时候再见了 好吧 如果你觉得纯聊天是有必要的话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